10月30号下午广东湛江雷州市西湖大道附近 数百名手拿钢管长刀的黑帮团伙 为了争夺土地与当地村民发生泄斗 导致多人受伤 附近交通瘫痪数小时 哪家事件发生后大陆媒体没有报道 当地警方也没有公开公布事件真相 10月31号多位网友在大陆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说 10月30号 雷州市河北村房产开发商 雇佣黑帮大而五成员持钢管刀具 抢夺一块有争议的土地 与一千多村民发生激烈冲突 双方混战数小时 多人在冲突中受伤 网友声称当地医院已经住满 当地围观民众告诉新唐人 他到现场时 双方人数仅数百人 没有太大冲突 打架事件发生后 大陆媒体没有报道 当地警方也没有公开公布事件真相 微博上消息说 黑帮团伙大而五 PK许豹斯围头的河北村人 河北村一万多人的村 差不多全村青年出动了 许豹斯方3000人左右 大而五800人左右 现场边防防暴公安 急救中心800人左右 新唐人记者熊斌金童采访报道